因为如果有人愿意 既然你要发菩提心 你一定要深入经常 智慧如海 你才能够同理大众一切无碍 我这样说的意思 是希望我们部分在家的作家 既然我们愿意承担佛教的任务 不要有借口 一定要 就像我现在讲不到40分钟 已经够我用了 我可以用一辈子 何况我们每天都可以吸收这么多 你才不会永远在做杂事 为什么 我发现现在一直做很多事 但是他没有产生佛法的效率 我只要说 这个人就是这个做事 他就是他在做 因为他做出来都是那个样子 一个年轻的法师到老了 开了一间寺庙 反正我们都知道他在干嘛 因为他没有佛的讯息在里面 只有他个人的思想行为在里面 所以一定要深入经常 这个深入就是这种观修 这个深入就是形身般若 你要进入佛陀的心 所以你要念佛 用诵经 观修持咒 跟佛合在一起 再以佛的心去做社会的事情 就是说我们慈悲至也好 生命电视台也好 不管你在放声也好 你必须用佛的心去放声 用佛的心去做焉供 对你才有帮助 不然呢 浪费了 重复一个功德 变成放五之鱼 变成一百之鱼 变成两千之鱼 但是对你没有帮助 因为你要问你自己 平静了没有 有没有力量去帮助助生 特别我们现在在超度 超度是靠佛的力量 不是我们的力量 你超度 就像刚刚这样念经 跟他说明 他就超度了 因为他的心得到了 很大的佛的思维的加持 经典的直接入心 所以把佛受阿弥陀经 拿来观修非常好 当然你要先了解 把几个善知识 叫五一大师也好 宾宗法师也好 解说的佛受阿弥陀经 你看过一遍了 然后大概意思你抓到了 你就抓到里面 你懂的意思去观修就好了 就非常够用了 然后就把这个思想 传递给众生 所以念一下来 菩提心 进入空性 利益众生 奥阿弘 其实啊 这次改千勒莫介德 修为非常有 他心常念奥阿弘 奥阿弘 你会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入我心 阿弥陀佛透过你的心 去利益众生 奥阿弘 然后将来圆满 好 念一下 愿效三藏 诸烦恼 愿得智慧 真明了 普愿 罪障 惜消除 事事 常行 菩萨 咯咯 好 护持生命电视台 就有如在 护持十方三世 一切佛法森三宝 所以期望各位把 生命电视台 所听到的叫法 运用在您的内心里面 达到无我的空性 达到慈悲利益众生 更要随时收看 随时护持生命电视台 就是护持三宝 护持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民生命文化基金会 大家好 我是小客阿包医生 乌汉蒙 交通防疫共同行 驾驶乘客好放心 不管是温疆大哥 或是乘客 都要遵守相关的防疫规定 才能拥有舒适 放心的乘车环境 大家大家要注意哦 第一 车内全程佩戴口罩 第二 尽量避免交谈及饮食 第三 可以打开窗户 保持通风 第四 非必要不要乱碰触 车内其他地方 付款时也可以使用 悠悠卡或行通支付 就不用烦恼 你早前时 还会碰触到其他物品 下车后 一定要记得 用肥皂洗手 或干洗手消毒 降低感染的风险 搭乘交通工具 防疫不松懈 安心搭乘 做彼此健康的守护者 军犬卡布 美国军犬卡布 是一只 12岁的雌性德国牧羊犬 主要职责为 搜寻战地中的爆炸品 在阿富汗战争中 因为他的存在 而保护了数千名士兵性命 嗨 罗德里 罗德里 你又出来遛狗啊 还是你好啊 打仗的时候 看不到你的身影啊 等打完了 你就出来遛狗 汤姆 你可不能这样说啊 罗德里和卡布 可是在保护我们的安全 保护我们的安全 他们这样散步一样的走来走去 怎么保护我们的安全啊 要知道我们在阿富汗经常会遇到汽车炸弹的袭击 上一次我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就遭遇到了恐怖组织在路边安置的汽车炸弹 如果不是卡布及时发现 我很可能会被炸死在那里 你们在战场上是战斗 我和卡布也是在战斗 如果没有卡布及时发现爆炸物 那我们的很多同袍会被炸死在这里 是啊 这只狗有这么厉害吗 你可不能小看它 卡布可是非常优秀的军权 它已经成功保护了上千名士兵的性命 希望你以后对它尊重点 说不定它有一天会成为你的救命恩人 是吗 我的命找在我自己手里 我想我是不需要一只狗来救我命的 好了 我要去和大家喝杯咖啡去 你继续遛狗吧 罗德里 你别生气 汤姆这个人就是这样子的 虽然他说话有点难听 但心肠却不坏 你不要将他刚刚说的话放在心上的 哼 我才不会跟这种人生气的 看来卡布对汤姆的话还是很生气啊 不对 卡布好像发现了什么异常情况 莫非那辆车有问题 啊 莫非 那是辆汽车炸弹 天啊 我们好多同胞都在那家咖啡馆里喝咖啡呢 嗯 我要过去确认一下 以保大家的安全 啊 汽车炸弹 来不及了 要赶快将大家疏散 大家快离开这里 门口那辆车有安装炸弹 就在众人刚刚撤离咖啡馆后 那辆汽车便爆炸了 天啊 多亏我们离开了那里 否则 后果不堪设想啊 是啊 要不是罗德里和卡布 及时发现了汽车炸弹 你们今天啊 可都要死在这家咖啡馆里了 嗯 是啊 罗德里 谢谢你 这都是卡布的功劳 是他最先发现了那辆车有问题 卡布 真是太感谢你了 你又救了我一次 罗德里 卡布 对不起 我对之前的那些话表示歉意 谢谢你们救了我的命 没关系啦 大家平安没事就好 几个月后 罗德里又一次带着卡布 走在维基四伏的阿富汗路上 卡布朝着路边的一个行李包 狂叫不止 怎么了 卡布 那个行李包有问题吗 卡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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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受伤了 我们赶快回去医疗站治疗 他需要马上截肢 只有这样才能保住他的性命 啊 谢谢你 卡布 你用自己的一条腿 救回了我的性命 真的很谢谢你 这次 爆炸的威力十分强大 重伤的卡布 虽然保住了性命 但是 却失去了一条前肢 真没想到 他当时 伤得那么重 短短十天时间就能恢复 且还能重新站起来 是啊 我真为他这种 坚毅不败的精神 感到骄傲 是啊 不过可惜的是 他的军旅生涯因此结束了 卡布该回家 好好享受一下 属于他自己的生活了 卡布 你是最优秀的 接下来的任务 就交给你的战友吧 卡布 我真的很舍不得你的 罗德里 你放心 我也要退役了 我已经决定 要收养他了 你放心 卡布也救过我的命 如果没有他 我根本无法平安回家 我很荣幸 以后能和卡布 生活在一起 你放心 我会竭尽所能 给予他最棒的 退休生活的 嗯 谢谢你 士官长 就这样 卡布跟随着士官长 回到了美国加州的家里 卡布最享受一边喝牛奶 一边按摩的生活了 你看 他心情多好啊 威灵汉 你对卡布真的很好啊 当然 他是我的朋友 家人 更是我的救命恩人 啊 他是你的救命恩人 是啊 有一次 我在阿富汗街道巡逻的时候 是卡布 拼命地阻止我 靠近一辆汽车 好了 卡布 我正在执行任务呢 不能陪你了 过会儿 等我忙完回来 再陪你玩好不好 你今天是怎么了 卡布 你干什么 炸弹 卡布 你这是在提醒我 那辆车有危险 谢谢你 卡布 谢谢你救了我 如果当时 卡布没有阻止我的话 我很可能就被炸死在阿富汗了 再也没有机会回家了 不过很幸运 我能和卡布一起服役 他救了我 所以我现在 才会尽全力保护他 让他好好地度过退休生活 在 卡布真了不起啊 当然了 卡布 他在服役几年间 成功完成了四百多项任务 保护了数千名士兵的性命 他 可是当之无愧的英雄了 嗯 卡布真的是了不起的 退役军权卡布 凭借自己的出色表现 获得了国际慈善组织颁发的 狄精勋章 这个奖有动物界的 维多利亚十字寻章称号 恭喜你 卡布 这是对你最好的奖励 怎么是持戒呢 我们要净化 身口一三叶 这个是消极的 进一步 用身口一三叶 各位最近去放身 去帮助病人 去称赞别人念佛诵经 一直存着利他的菩提心 所以各位不能一直 我发现现在很多人 虽然讲大乘菩萨道 结果做的都是在 实践个人解脱的 一直强调 围调过不实 围调怎么样 他宁可放弃利益别人 但是他也不要破 破自己的亲近 他认为这样是解脱 这个就违背了大乘 所以各位不要随便批评别人 每个人修行的状态不一样 重点动机 动机 所以我想以大乘的戒律 那各位不是光进化自己 而是要融入 所以很多人说 我一定要出家 我说如果你不能出家 你又在家度众生 不是很容易吗 观音菩萨 文殊菩萨 都四限在家 唯摩节居士 叫在家佛 那你也可以 你看这个时代 适合四限出家 你就四限出家 为了利益众生 适合在家 你可以坐在家 也可以利益众生 对我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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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